那么在这个社会历史的认识领域 这也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特别强调的 关于历史领域的这个认识当中 他也驳斥了这个杜林的终极真理论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强调社会历史规律 不同于有机界和无机界的这样一个特殊点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他既强调了考察了这个无机界 有机界的这样一个发展 他们达不到终极真理 但是在人类历史领域里面呢 他在考察这个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历史规律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相对于这个无机界和有机界来说的 这个特殊性呢 他认为主要的集中在两点上 在两点上 一个呢 就是说无机界和有机界的规律啊 具有相当的可重复性 具有相当的可重复性 它是可重复的 所以呢 人们呢 可以呢 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重复性啊 来把握这个规律 而自然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呢 是不可重复的 他不同意自然的规律 它是不可重复的 这样一个不可重复性 这样一个不可重复性啊 所以人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啊 要等到什么 这个社会形态完结 或者说这个社会呈现出来 这个社会形态呈现出来以后 那么你才能认识它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完结 或者说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形态 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 人们是不能认识这个社会的 是无法认识这个社会的 所以由于这样一个特点 人们不可能呢 去预见这个 它的未来的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不可能去 这个把这个 未来的这个社会形态 把它完全的把它 认述出来 所以在这里 根本谈不上什么 这个绝对真理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 恩格斯在这儿说呢 实际上他强调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就说 比方说 马克思恩格斯 解释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规律 他是在什么时候呢 当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 从14世纪开始 一直到19世纪 机器生产出现了 也就是说 他已经了 他的这个真正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结构 他的基础 已经形成了 那么他理财人 透视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 而且即使在 马克思恩格斯那儿 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呢 也是没有完结的 也是没有完结的 所以在后面啊 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的 发展和变化 能不能会对这个资本主义啊 作出很多新的说明来 很多新的说明来 那么恩格斯在这儿呢 实际上是指出了 能不能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啊 他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就说明了什么呢 任何人都只能认识 他那个时代的历史 而不能终结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他只能提出 只能是提出和说出 认识他那个时代历史 这个透视他那个历史时代 给他呈现在他面前的 这样一个本质的东西 而不能把历史的 历史所有的东西都说完 都认识完 那么这 所以在这个历史领域啊 由于这样一个特殊性 他不可能达到终极真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人们对某一个时代的 社会存在形式的 这个内在联系的认识呢 往往发生在 以种社会形式 办衰退和平于瓦解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人们认识 社会的这样一个特点 由于这个自然规律 它是可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去遇见它 你可以去遇见它 比方说我们去遇见这个 做了一个长江三峡大坝 那么我们可以遇见它的后果 因为我们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后果 因为它是可重复的 但是这社会规律 它是不可重复的 所以它的这个社会科学呢 也只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任何一个社会 只能在意 这个关于这个 只能是什么 关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这样一个认识 所以根据这样两个特点 社会科学的这两个特点 所以恩格斯说 在社会历史领域 社会历史领域 人们根本谈不上终极真理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领域啊 根本谈不上终极真理的问题 那么这是在这个人的社会历史领域 同时呢 最后恩格斯考察了思维科学 在思维科学的领域呢 恩格斯认识了真理和谬物的关系 就是我们讲的前面 他讲能不能认识啊 就是从个体和内上 就是说讲这个有限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时候 他说这个有限的 就是无限的这个能不能认识所拥有的 无限的这个真理权呢 只能在这个一 真理权呢 只能在一系列的这个妙物 真理和妙物当中实现的 所以这就提出了真理和妙物的这个关系问题 那么在真理和妙物的关系问题上呢 恩格斯啊 首先就强调 真理和妙物的对立是绝对分明的 绝对分明的 就是说真理就是真理 妙物就是妙物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就是他们是绝对分明的 你不能说真理是妙物 妙物是真理啊 首先这个在概念上啊 他有一个有一个界定 这就是说什么呢 所以恩格斯说真理和妙物就像这个 两极对立运动的这样一个范畴一样的 但是呢就是说 他说的这个对立这是一个方面 他说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的对立呢又是非常有限的 是在有限范围内才有意义 那么超出这个范围呢 他就是没有意义了 那么这样恩格斯就从第一层意识过渡到第二层意识 就是说真理和妙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他的界限是绝对分明的 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他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相互转化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呢 他就认述了真理和妙物的转化关系问题的 那么恩格斯所说的真理和妙物的转化呢 他强调的一点 他们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真理和妙物的转化是有条件的 这个有条件性指的什么呢 首先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确定的 确定的 也就是说 在某一事物的认识上 正确的反应就是真理反制就是妙物 就是说这个你对一个事实的这样一个反应上 你说那个你是正确的反映了这个事物 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了 那么他就是真理 你没有反应他 没有把这个事实反映出来 你说的是和这个事实是颠倒的 那么这就是妙物 所以他就说在这一点上 就就一个事情而言 那么他是有着明确的界限的 但是呢他认为啊 他说第二个呢 他强调 他说真理是相对的 任何真理都只是对对象的近视正确的反应 这就提出来一个真理的相对性而言 这个真理的相对性呢 我讲一下啊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真理的相对性呢 它是相对于真理的绝对性而言的 那么真理的绝对性呢 也就是说 就是恩格斯所说的 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关系 真理就是真理 它不是谬误就是对一个事情上的 一个真实的描述 这个是真理的绝对性 那么你是理性的认识 我把握了这个事物的本质 那么这就是真理 这一点是绝对的 但是为什么说真理是相对的 为什么说真理是相对的 真理是有的 有 原来有的这个同学在理解当中啊 就是真理是相对的呢 是说真理里面也包含着谬误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这也不是 这不是能创新的啊 真理的相对性呢 是指真理是有条件的 是指真理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 你这个真理是有条件 就是说 他所揭示的这个事物的范围是有限的 比方说 刘顿定理 他是不是真理 他是真理 但是他的真理只是相对于他对宏观世界的揭示来说的 他不能够运用于微观世界和与观世界 如果要是你把刘顿定理想用到微观世界和与观世界里面 那么你就不能够 你可能这个条件变化了 所以你就只能是什么 就会转变为一种妙误 所以你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 错误的结论 所以这儿讲的真理是相对的 指的是真理是有条件的 他的反应的这个 就是说反应的这个真理 他的界限是随着历史的条件变化而变化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 恩格斯说 任何真理都只是对对象的近视正确的反应 你不可能 因为这个事物的存在 他什么 有第一级的本质 第二级的本质 第三级的本质 你可能截斥了这个表层的本质 然后还有第二级的本质 第三级的本质 所以你会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所以你每一次的认识 就他本身而言 在他的这个范围来说 他是真理 但是呢 他并没有终结对这个事物的这样一个认识 这个事物还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真理是相对的 是近视的反应 是近视的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不要说这个真理是相对的 就是说真理里面包含有妙误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真理的相对性呢 要把它理解啊 要把它理解 不要把这个真理的相对性理解错了 理解错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呢 只有肯定了 就是说真理和妙误的这个区别 理解了这样一个意思 理解了真理是相对的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真理和妙误的相互转化问题 相互转化问题 就是说真理和妙误的这个转化问题 你既然这个真理是相对的 是有条件的 那么呢 也就是说真理的实用范围也是有确定界限的 是吧 就是说你这个 既然你反映这个事物 你反映事物只反映到这个层次 比方说牛顿定理 它只是运用于宏观领域的 那么你是把它用于宏观领域 它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你超出了这个范围 超出了这个范围 它可能就会转化为妙误 所以实际上这就强调什么 真理和妙误的转化 是相对于真理实用的范围而言的 如果超出了真理实用的范围加于应用 那么真理就可能变成妙误 那么恩格斯呢 是以物理学上的波伊尔定理为例 来说明这样一个转化 他说波伊尔定理在它死和的这样一个范围里 它是正确的 它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超出这个范围 它就不正确了 不正确了 因为为什么这个恩格斯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呢 因为当时有人啊 以这个波伊尔定理的运用这个范围 就是运用到其他的范围里面 它就成了妙误 然后这个不能说明 就不能说明这个规律 所以他就否定这个波伊尔定理 否定他在这个自己死和范围内的 这样一个正确性和真理性 那么这个恩格斯就说 他说实际上 他说波伊尔定理 在波伊尔所揭示的这样一个 他所对应的规律的范围里面 他是绝对真 是绝对正确的 他说你这个否定波伊尔定理的人啊 可能你犯的错误比波伊尔还要大 就是说你连这个最起码的 在他死和范围里面呢 你都把它推翻了 那么你所犯的错误 比这个波伊尔犯的这个错误还要大 所以你的妙误会比他的妙误更多 那么这个定理说明 这个恩格斯以这个例子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任何一个 这个任何知常科学的定理 任何人的认识 他的真理性总是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 超出这个条件就是妙误 就是妙误 同样的这个人们对待一种理论 一种自然科学经理的正确性 也要根据这个理论和这个定理 所适合的条件做出判断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这种判断就是妙误 本身也会这个比他所判断的理论 科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妙误更加荒谬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认识过程 认识过程的相对性呢 是相对于他的条件而言的 相对于他的条件而言 这个承认条件 根据条件来讲转化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这是这个恩格斯啊 所认述的这个关于认识的辩证法 那么从这个恩格斯的认述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恩格斯考察认识辩证法的特点呢 就是强调认识的内在矛盾和无限发展 强调真理的相对性 否定杜林把人的认识 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认识 这个特点呢 恩格斯的这个特点呢 刚好是由他那个时代决定的 刚好是由他那个时代决定的 就是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也就是马斯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呢 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有机科学 关于过程的科学 刚刚兴起的这时代 刚刚兴起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呢 以有机整体观 就是有机科学里面呢 比方说生命科学啊 这个关于地理学啊 这样一些过程科学 那么在这个过程科学当中呢 它形成的 特别是生命科学当中 形成的有机整体观呢 和上一个世纪和18世纪啊 所遵循的那种机械力学的观点 是不同的 那么所以在19世纪 兴起的科学呢 使人类思维啊 刚好从一个形而上学的思维 转化为一个辩证思维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过程当中 所以恩格斯呢 就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 也就是用关于过程的观点 关于这个有机整体观的 这样一个观点呢 来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 所以在对真理问题的论述上 对人的论识过程的 这样一个研究上呢 恩格斯着重批判的是 形而上学的论识论 就是把人的论识啊 绝对化的这种形而上学论识论 而强调论识的发展 论识的相对性和它的过程 这一点呢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研究自然辩证法了 当时恩格斯他们 马克森克斯是怎么样 他的辩证思维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什么 自然科学给予了 马克森克斯的辩证法 以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知识 以什么样的知识 他的辩证法不是从这个 思辨里面啊 不是仅仅在思辨领域里面 展开的一个概念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是以当时的这个智囊科学为根据的 这是这是一个我们所要理解的啊 强调这个恩格斯 就是说通过这个恩格斯的这个论书啊 看到这个马克森的这样一个 马克森克斯的辩证法 和当时智囊科学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 他们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说他不是啊一个 这个特别强调这个条件性啊 我们说他不是一个诡辩性的啊 好像就是概念里面 真理我刚才为什么强调说真理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 你把相对有条件把它抛掉了 你就成了诡辩了 你就成了诡辩 我说这个真理里面也包含妙物 妙物也包含真理 那就真理和妙物就分不清楚了 所以他是讲什么 讲这个辩证法的一个基本 基本点 基本点 就是这是一个我们所要理解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把它可以和列宁的这个辩证法进行比较 就是下一学期我们讲这个列宁的辩证法的时候啊 我们会着重再反过来讲这个恩克斯的辩证法 这个随着这个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产生了 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 那么就提出来一个什么 它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这个包括这个心理学的这样一个学科的这样一个星期啊 这个心理学学科的主要是指这个马合 马合的这样一个心理学 那么这样一个心理学呢 它提出一个什么 就强调相对性 相思维的相对性 和这样一个 所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整个人类历史面临了什么 它所这个从这个绝对思维走向了相对思维 相对思维 相对主义是一种这个普遍认可的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比方说在这个自然科学领域里面 那么这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提出来一种 相对性的不确定性的思维形式 这是自然科学领域 那么在社会历史领域呢 就从对文化的绝对性到文化相对性的一个承认 强调各民族文化的这样一个独立性 而否认的这个民族的发展呢 就是说各民族文化有一个统一的 或者是西方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 就是说这些都没有了 就是一个反中心论 就是强调每一个民族都有 他自身的这个发展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汤因比啊 他把这个整个人类文明分为26种文明形式 强调每一个的发展 所以在当时来说 整个普遍的占统治地位啊 是一种相对性的思维 那么在这个相对性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呢 叶林在讲真理的 他在讲恩格斯的 就是说在这个叙述恩格斯的这样一个观点 来讲他的辩证法 重新研究认识的辩证法的时候 他所强调是什么呢 强调是相对中的绝对 相对中的绝对 就是说在相对真理当中呢 包含着有绝对真理的内容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认识的 对认识辩证法的一个认述呢 是强调相对中的绝对 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恩格斯强调什么呢 是绝对中的相对 绝对中的相对 所以他两个强调的重点不同 那么这个强调的重点不同呢 刚好是表现了 这个时代给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同 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同样是对真理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认述 他在不同的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在不同的时代 那么他们解决的 要解决 需要解决的这个认识的认识不同 所以他的这个 对这个问题的说明也是有区别的 也是有区别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问题 对真理的决定性和相对性的这样一个解释 也是相对的 是吧 也是相对的有一定的条件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为什么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哲学史的观点 你很难的理解这样一些思想 它是怎么发展的 它在每一个时期 它讲的是什么问题 你可能是一个平面的 以为这个我们只要一本教科书 就能够把它说清楚 就能够终极这个 把马克思的这个全部真理啊 达到他的对他的终极真理的把握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也是把握不到的 所以我们读一下恩格斯的这个 对认识辩证法的一个说明 我们也可以看到 没有一种历史感的话 你是不能 就是在一本书里面 你不可能穷尽马克思主义 所揭示的这样一个真理 也是我们也是不可能穷尽的 也是不可能理解的 这也是我们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意义啊 那么我是从这个地方呢 就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理解恩格斯讲的 这个认识辩证法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种理论 同时对我们的学习 对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呢 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认识 也重要方法认识 但是在这个认识 它的方法认识的时候呢 我们着重的要理解啊 它的原意是什么 不要把这个原意啊 给误解了 这是在辩诊法领域里面呢 就是对认识辩诊法的研究